基隆市一处位在交流道入口旁的工地 爆发了斗殴冲突 早上七点半上班时段 有一名资源回收厂的杨姓老板 因为不满隔壁的工地人员 将车子停在公司的出入口处 因此下车找工班人员反应 没想到双方却爆发了肢体冲突 回收厂的一名员工甚至遭到对方用狼头殴打 造成头部撕裂伤 警方获报之后也到场拿出警棍贺纸 索性伤者送医之后都没有大碍 后续双方也都被带回警局 依聚众斗殴等罪嫌移送法办